老板有没有觉得很多公司都面对的员工问题就是 员工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是充满活力 充满冲劲的 可是呢随着日子一久 越做越没有动力去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不到他的希望 看不到他的未来 其中一个原因是 他不知道他做多少可以得到多少 他不知道他额外再多做下去的话 他可以看到的额外的收入 会是可以多赚到多少的 值得他付出的这个数额 原因是因为老板无法把它透明化 透明化为什么这样重要 因为一旦如果他不透明化的话呢 员工就会以为说 其实老板净赚的是非常的多 其实老板有苦心已知到 很多时候表面上看老板是非常好单 可是呢真正进了口袋的钱 如果这个员工当老板之后才发现 其实呢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影响 跟他想象中相差实在太远 所以老板如果是可以把他的开销 跟他的这个收入透明化给员工知道的话呢 员工就会开始感觉到 其实呢打工有时候反而比老板更好当 他们呢就觉得说 其实呢 老板最大的开销 已经投资在公司的人手的身上 怎样子分钱法 才能做到透明化 而且呢不允其这些不必要的麻烦呢 请点击这里了解里面的乡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